臺北市長 柯文哲有預估說 疫情的高峰 會單於5萬例 而且會維持100天 認為我們 現在還只是打底的階段 高峰還沒到 那 指揮中心有沒有推估模型 大概是怎麼樣的 情況 謝謝 市長可能是引用那天 我在 早上 昨天在開會的時候 我是講在我們國衛院 有推估一個模型 因為市長想要瞭解 整體推估的疫情怎麼樣 那我們是虧估說 可能在最高點 可能有4.5萬 這是一個 單日最高 它不會一直維持在高點 它應該都是一樣 都是一個 起來的一個秋林 我們不希望它變成是一個 尖山狀 那所以我是講是說 在國運的推估大概就是 最高是會到4.5萬 那我們在推估這疫情 我們還是量低重寬 我們就用10萬 最高是10萬 來做整體的一個疫情的推估 然後以這樣子來推估我們的總人數 那 可能有到350萬 可能會高的話也到500萬 然後再用350萬 來看就是說 最多可能就使用這個藥物的有20% 這也是比較相對比較高的一個推估 那這樣我們可能需要這些藥物要有70萬劑 所以我們這Paslovid 我們這是已經購買了 一個開口的合約 35萬加35萬 也是根據這樣的一個假設的一個情境 來做一些準備 這大概是這樣子來的吧 我不知道還有另外的推估 我不知道 是那天早上 大家在交換意見的時候 那市長一直在想要瞭解一下 對 我們這對 疫情的一個推估的一個情況 那我也做了 這樣的一個報告 那也剛好問到這個問題 我們大概到今天 昨天 到今天還有藥物會來1萬5 那我們第一批的 第一批的35萬加2萬 我們今天都會全部到位 所以藥物一定會能夠有充分的供應 那禮拜六 禮拜六 因為這個藥物的使用 他也算是要需要有一點稍微複雜 所以不但是健保署很快的 就把這個 可能會有衝突的 相關的藥物的藥力都 已經做起來了 可以讓大家做參考 那今天下午時次長也開了一個會 一個視訊的 會議 來說明這藥物在使用上的一些 需要的適應症 跟他可能的一個 就是要注意的 應注意的事項 那都跟 很多的醫師有上線來做這樣的一個溝通 確定你出現的字幕 給大家一點點 可以讓大家看 有請問一下 好 請問一下 坐在大廈數據 我來看 有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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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問一下